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来今天国际大棋局的第一节 进入节目之前,请大家动动你伟大的小手 帮忙订阅、按赞、按赞、按赞 按一下小铃铛,因为我们的推送受到打压 需要大家主动帮忙 与此同时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的会员,在频道旁边有加入的,按进去可以做会员 直播时可以打赏一下我们,给一些支持 还有大家最重要是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里面也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包括有些YouTube的规限之下我们做不到的 例如音乐节目,或者说一些敏感点的题材,深入点的题材 当然,王牌节目,神秘之夜,都是在那边完全有不停更新,是有新版本推出的 另外,给小时间买一买广告 昨晚我们最晚的节目,就是11点多推出 那个节目,通常你会发觉,11点多,12点推出的节目 有时是特别节目,有时大部分时间,例如今早有酒,都是一些深夜会推出的节目 昨晚的节目比较特别,就是火爆大叔和蝎子王 他们就是说,以前90年代 在香港玩气枪,玩魔游戏 情况是怎样的呢 因为现在呢,基本上疫情啦,你又不可以多人聚集啦,其次 台长,你以为现在 你拿一支玩具枪出街 那如果被人见到,你觉得会怎样呢 怎样只拿一支玩具枪出街,你拿一支玩具枪在家里,或者在这个 办公室都 都是很大的 问题的,原因就是 不容易啊,当你真的是床鞋 其实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啦,这个问题上 是啊,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呢 那些爱好者呢 都只可以局限于在家里面 自己在家里,在房间里拿出来看 就不可以像以前那样,大摇大摆穿整套军服啊 那样走去那些山头野靓 或者去那些游戏场里面 好像真的人家军事行动演习那样去打游戏 现在没有这支歌仔唱的了 尤其是如果你现在穿英国 美国那些美军军服呢 昨晚虽然我们没有预告之下 突然之间深夜出 但这个节目希望大家花点时间去听听 还有今天我们也是有这个王牌节目 《清酒神秘学》 在今晚台长做这个时事节目之后 就会推出的了 今集很厉害 非常厉害 坚定 讲七姐妹星人 台长 为什么突然之间来这么重量的话题 这个原因是之前我们讲的《生日八卫》 讲到她是杨贵妃的后人 有时候我们就讲了《谷川新思》 《谷川新思》因为她有一本书 就专讲她在作《Subaro》这首歌 因为当时这首歌在香港80年代 那时候很红的 日文又红 然后《药人翻唱》又红 但大家又不太知道这首歌里面讲什么 我们再发掘一首歌里面讲什么的时候 就发掘原来《谷川新思》有详细讲的 这首歌不是她作的 但她透过《Channowing》 她突然有一天 她们去搬屋 睡了太累了 睡在那些纸皮箱上 她感应到一些外星给她的灵感 连曲连刺 然后就《谷川新思》 一醒了就立刻填了下来 就画在纸箱上 那这件事呢 我们都不敢那么兴趣去讲的 因为在中文的《维基伯伯伯伯》 和日文的《维基伯伯伯》 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差距 中文的《维基伯伯》说这首歌 《Subaro》这首歌是因为 她去了黑龙江的时候 看到一个很广阔的土地 所以写 但是日文的《维基伯伯伯》 完全不是这样的说法了 就是说她得到这个7点每星的灵感 就像下载那样 就是下载那样 不用作的 就作了这首歌 既然有那么大的分别 就是中文和日文的《维基伯伯伯》 那么大的分别呢 我们觉得很值得说 但是说我们都很小心了 我们就不会说 只是根据这个日文的《维基伯伯伯》去说 直接Lawrence是订了 透过Amazon订了《谷川新思》 日文原本的那本书 就看了那本书才讲的 所以呢 我不知道听众怎样看法 但是做这些节目呢 其实我们都很严谨的 就是哪里有人花那么多时间 就是花钱那么重要 就是去订了那本书 回来看完才去讲 但是我觉得这种做节目的风气 都是值得推广的 推广的原因就是 比如说我们很多次 我们听到这些节目 会比较是做得快一点 很及时 但是后面那个 就是research的过程 就比较 就是没那么花时间的 那我相信可以平衡一下 就是说这些节目 它可能会比较 没有那么时事性 但是呢 就后面那个 资料搜集的过程 是比较严谨一点点的 那我希望观众都 两方面都会听听 那大家呢 刚刚听完台长讲 那记得今天 听完这个台长讲时事之后 一定呢 国际大气候之后 要听完这个清酒神秘学 那其实清酒神秘学呢 其实主要骨幹呢 其实真的 Lawrence 他很用心去做节目 也好像刚才台长这么说 他要订很多的书籍 资料 文献回来 去做节目去看完 再告诉大家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呢 最简单 你要回报我们这些 那么有心的主持呢 就是去他那里 去支持他 去他那里去买东西 那我说的是 瑞德堂啊 这样呢 譬如你们清酒神秘学 看到里面的食物 罐头 酒 那以至呢 有些的其实精品呢 那大家都可以去买的 那地址就是 在这个香港 荔枝角青山道 嘉明大厦 的六楼 B5室 那大家也可以用WhatsApp 联络瑞德堂的工作人员 就是香港电话来的 9450 4578 9450 4578 那就可以去查询很多食物 或者甚至乎 你可以WhatsApp去支持一下 啊 你节目做得很好啊 我是你听众啊 我很喜欢听你说神秘学啊 怎样 其实任何形式的支持呢 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 与此同时 上次有听众都说到 哇他们的母亲节 那个套装很划的啊 五百元不用 那我说有枝 玫瑰花唇米大淫药 那基本上这枝酒呢 都已经基本上 就是他的售价来的了 那其他两样东西呢 就等于送给你的了 一个呢 就是这个和牛筋啊 那就是咖喱味啊 那就很棒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鲸鱼肝啊 那所以大家呢 就是关于这些日本高质食品呢 一定要去支持一下 那么 重点 如果你不支持 那样呢 他就没有那么有心 亦都这样的资源呢 来到去继续做好的节目的了 所以呢 这件事就关乎大家福致一下 那刚才的台长呢 说到这个 channeling 那最近呢 哇 厉害了 台长 考一下你先 那周星馳呢 有套电影说过啦 如果可以爱你的期限 那给你选择一万年啦 嗯 那跟着呢 你也经常看到很多的 那些标语的slogan呢 譬如送花也好 送钻石也好 但是I love you forever 我永远爱你啦 哇 现在有一句新的说话呢 是比起这两句说话 更加重分量 啊 台长知道哪一句 哇 这些那么浅的题目 为什么考我呢 不用考的 但是在每一个平衡宇宙中 我都爱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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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呢 我们除了做时节目呢 也都认大家很多听众的要求啦 以及我们都问过一下的 就是普查 那即日 那即日 问一下大家 听众方面 想不想听啊台长和我说一下这个奇异国博士 最新的一集 那就 哇 反应超级勇约 比平时讲时事更加勇约 那甚至乎呢 有些很著名的 网红啊 那些大哥 八兵呢 都特意来留言 哎哟 我要听我要听 没问题 今天呢 我们加码 除了做时事呢 我们加多节 会是送给大家的 那回来啦 那第一节呢 我们进入主题 是呀 我们都是讲些 香港或者澳门的东西啦 那很多时候 那些听众就说 喂 为什么你们两个呢 不像有些人那样 讲 报一下天气呢 那对啦 今天我们就讲天气了 好吗 台长 但是讲天气之前呢 我也要做一个预告啦 因为今天也有一段新闻呢 都要在这儿评论一下的 就涉及到这个假新闻法的问题 那因为在立法会那里呢 他们就在讨论立法的问题 那里面有很多 很多说话我觉得 就是 我们作为香港人 或者香港人呢 都值得留意一下的 因为那个事态发展 我想可能都很 会很冲击这个网台的行业的 所以待会我们都会提一提啦 那至于这个天气方面呢 就港澳两个地方不同啦 那我自己昨晚先和那些朋友聊 他们都有这个疑问的 我说下雨而已 为什么澳门那边要停货呢 那但是如果你再想什么看呢 其实就不止澳门那边停货 在广州那边也要停货啦 那如果澳门停货 但是比方正去说 是一流入沿出它 是一流入 Ils是一流入到Ibank 如果除了方国民中的水池 那去看是它利用了 这些浴증 dua 甚至可能有個別的情況是浸死人在城市裏面 但是如果你相比深圳 一個經濟發展這麼蓬勃的城市 你逢下雨 就一定會浸到媽媽就不認得了 我相信明天和後天才是真正大雨 他們的車就變成水陸兩用了 那些人可能可以游一下水 我們就要問一問根深 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根深蒂固 為什麼這麼多年 那城市是不是沒有錢呢 不一定不是沒有錢的 為什麼都搞成這樣呢 至於澳門就不用說了 澳門也不輪到我港 但是起碼有一件事我會記得的 就是天鴿那件事 當年這個天鴿的時候 我們在香港也有一個很不倫的說話 真是震驚的 澳門是不是沒有錢呢 澳門一定不是沒有錢 為什麼一水浸的時候搞到又停電 又出不了街 因為停電就很嚴重的 比如說升降機那些 就是有些老人家住在那些比較高的樓層 一停電他們走不了就很大件事的 所以涉及澳門的問題 我交給文進去說 但是我強調一件事就是 大家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要看這個基建 就是去年我也寫過一篇文章 就說鄭州那個水浸的情況 鄭州他之前 他擺了幾千億 幾二千億人民幣 去做一個海綿城市 那海綿城市就是吸水的 就是你大雨下來 就是我們不怕的 鄭州應該在河南 那是一個中原的地方來的 那因為那個水患都挺嚴重的以前 那是一年 那花這麼多錢 一千多二千億下去去做 那結果是怎麼樣 結果一浸 也是全部摔倒了 但是以前也沒有 現在那麼大問題 那在於什麼呢 就是因為 全部都要 就是用那個電子貨幣 一大雨一水浸 就停電 那跟著就兩個問題一起出來 第一樣東西你出不了街 第二樣東西你想買東西買不到 因為所有的電子貨幣都停了 這個問題似乎中國官方都不太願意去處理 不斷在鼓勵人去處理電子貨幣 甚至其他的電子服務一旦停電的時候就全部跪下了 但是為什麼一千多二千億人民幣都搞不定呢 跟它原本說的海綿城市是相差那麼遠呢 這個原因很簡單 因為每做一次大型的工程都是貪污最大的溫床 作為地方的官員是很喜歡很有誘因去做這些大型的工程 我們稱之為大白杖工程 因為裡面的貪污的幅度是很大的 每一次可以貪很多錢 越做越大就越貪錢 所以一旦有事的時候 又推這件事 最搞笑的是鄭州那個說法就是五千年一雨的大雨 五千年前究竟是什麼朝代呢? 五千年前原來這個下雨 就是大雨治水的年代 所以這一波就要大雨翻生才搞定 但是扯到大雨那麼遠 大家都記得一個說法 就是他大雨的爸爸 那為什麼漸不到水呢? 就是他把那些堤壩捉起來 以為擋著洪水 但是擋極也擋不行 那大雨那方是開山砍石 疏到洪水的這樣 這個是一個很諷刺的話題 就是這個歷史的教訓幾千年前都說了 你逢天帶水就不是去攔住它或者捉堤壩的 是要疏到的 但是好像大家都患了失憶症那樣 從有49年以來 那個治水患的能力是越來越差 而初頭就只是黃河有事 現在連長江都有事 那如果沒有事的那些湖就越來越乾的 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們如果去探討的時候 我們就純粹說上不上學的問題 為什麼那些渠會塞呢 為什麼深圳的渠會塞呢 那按照澳門之前的基建都是不錯的 而且工業以前都不是太發達了 就是沒有說把那些地 變成水泥 導致那個去水這麼大的問題 但是下面的渠呢 是不是日久失收 沒有放資源 沒有放過錢去修理呢 那這個就是請教司徒文盡了 澳門呢 其實呢 天甲那一役呢 是很嚴重的 因為真的從來沒有試過 對上叫嚴重一點就是黑格比時代 但是黑格比時代呢 講的那個水呢 都是浸到這個小腿 就是膝頭哥以下 而天甲那次呢 講的浸到是怎樣呢 就是我都講過 例如好像我自己那個店鋪為例 它浸到2米高的 那已經是抹了頂了 那甚至乎呢 現在你看到澳門有很多的燈柱 有些的舊式的老店呢 它還是會有個紀錄的 就是很簡單的 自己拿些油 然後在旁邊 黑格比浸到這裡 天甲浸到這裡 山竹浸到這裡 街坊自己在這裡做過民間紀錄 那你很多時候發現到的 甚至乎有些燈柱呢 都是有這些紀錄在這裡的 這樣呢 天甲那個問題的主要呢 你要來自三樣 第一 那個的降雨量高 然後呢 那些水去不到 譬如很多舊區 好像台長這樣說 那些地下的渠 其實去得不好 那你發覺澳門呢 其實就無時無刻都會挖路 澳門就經常都說有很多寶藏 那經常都要挖路 那為什麼要挖路呢 因為你要有無罪的工程 來去養著那些人 那所以呢 就無時無刻都挖路 今天不是說挖這道電線 明天就說挖水管 但是那些去水呢 就一直未做好的 那這個問題是纏繞了幾十年 那接著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在於呢 那個海水倒灌 就是呢 因為澳門也是一個海邊城市 那些海水直接湧進來 然後呢 是直接透過那些坑渠 或者直接你看到 那些沿岸的地方 例如海邊新街 有個名字給你聽 叫海邊新街 它旁邊呢 就是海 那其實我以前的店舖呢 由我走出去海呢 是三分鐘的事 嗯 所以你看到海邊新街 其實真的在海旁邊 那些海水是高度湧進來的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就很惡搞的 也都是纏了很久 但是以往呢 它湧進來呢 基本上都是浸到腳瓜 甚至乎浸到半折小腿 那已經叫麻煩了 要減一下水 那沒想過是完全浸到這樣 那當然啦 那隨著這個時間的推移啦 那我自己呢 也都有打一下坐 入一下定 好像奇異哥博士那樣 那我看到其實很多個時空裡面呢 在大約一百六十年之後的澳門呢 基本上都沉了在底了 沒有一個例外的 那將來是變成這個水上都市 就是你在上面的船經過 你看到下面呢 全部都是一些樓 一些街道 因為你拆不及這些東西 那這個情況 就是其實將來呢 就是你現在其實老實說 你說喂 是不是怎樣做些事情 都是搞不定呢 因為全球水位上升 馬爾代夫 澳門那些全部浸了呢 那我們又不可以這麼說的 起碼你不可以什麼都不做的 但是其中一件事 澳門有一個潛在問題 就是排紅 就是好像那時候鄭州那些水浸那些 其實如果 就是我講如果 因為排紅理論上你是要通知的 就是好像鄭州那樣 他都說有通知的 他有跟你政府說的 那所以在澳門呢 理論上就不存在於那種 就突然之間珠海排紅 然後呢 就浸了整個澳門 那當然 天甲時候呢 是有很多的都市傳說 有些說法 就說是珠海在沒有預警之下 選擇排紅 所以就浸得這麼厲害 那政府就當時都說 沒有的 因為如果他排紅 他會跟政府說的嘛 那大家不會說不溝通的嘛 所以沒有見過什麼事 那樣 那這樣東西當然 就有很多澳門人都覺得不信 那甚至乎現在呢 就是去到現在呢 譬如是一打大風大雨呢 有很多住得低的人 都如臨大敵的 就好像昨天那樣 你看到澳門的市面都很蕭條的 然後昨天很多人 哇 是不是做生意 不是啊 要裝那些防洪板啊 防水板啊 那還要是 可能是六點鐘開始裝 因為怕嘛 怕突然之間 浸了 因為澳門呢 天甲的時候一浸呢 是整個三分二個澳門浸了 是不是速度很快呢 快 即是說那個速度呢 是快到你擋不及的 即是可能是說一聲 我形容一下 我早上十點鐘 那當時呢 有個同事在店裡 他就說 不如這樣啊 現在這麼大雨都出不了去見客的了 不如關閘閘 在裡面睡覺 然後晚一點 沒有這麼大雨 才做生意 那當時呢 很幸運 就跟他說 不好了 反正做不到事情了 不如下閘 即是今天放假 為什麽呢 他講完這句話的時候呢 過了大約兩三個小時 就是我所說 浸到整間舖都浸了 甚至乎浸了 他浸死了 如果他下了閘 在裡面 打算睡一會 我相信報紙頭條就有多單 其次呢 情況就是 你一浸到這樣 他一定是斷電的 一斷電 好像我們店裡 那些閘的全部用電 整條街都用電 那當時呢 其實是過了三 差不多三四天才能開 如果你一個人 假設你浸到裡面 那你已經 假設你沒有浸死 假設你真的沒有浸死 但是你要去到這麼後期 你才能開到 你餓得餓死 所以其實呢 這個斷水斷電 其實是很嚴重的 那我也都很多次說 天甲其實全靠是什麽呢 全靠市民 互相幫助啊 在街上的店舖全部不做生意 在街上馬上煮東西 到處派 然後馬上給義工 給完義工 然後義工又送飯 好像人家那些 Food Panda 用腳走 走上去那些堂樓 五樓、六樓、七樓 送給那些老人家 自發一些組織去救 因為你整個城市呢 裡面那些 即是無論是 前線的警員 消防 救護員 根本是不夠的 即是你這個政府體系裡面 是不夠 出現這些大型事故呢 去Surf整個社會的 所以呢 當時真的 我都說過 我人生應該是我最頂峰的時候 最江輝的 但是把老人家連輪椅 在十九樓搬到地上 即是 這件事 大哥 你是很難想像的 平時有水有電 你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澳門一直都很擔心 而排紅這件事呢 假如 譬如國內真的是排紅 那你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已經是海水道貫 再加上去水不行 然後周圍都在塞緊 然後再加上排紅 三面夾擊 相信這個情況 又是好像天鴨一樣 所以呢 政府都很重視 你看到廣東省 已經是 因為廣東省其實都不好過的 珠海都不會好過的 珠海都是這個沿海城市來的 澳門浸個混蛋的時候 他也會浸個混蛋 他每一個情況 你不要想著 珠海這些 喂 只是澳門浸的 澳門在前面 是個尖端 不是的 他都麻煩的 所以你看到整個廣東省 是如臨大敵的 就是有這個情況 其實現在是很擔心 就是 喂 承跟你說那天的情況 寧願沒有事 沒有事 大家開心 但是如果有事的時候 起碼 就不要之前那麼欺負 因為當時其實天鴨 有兩件事是欺負了的 第一 當時是天文台 那個所謂呼籲警告的那些 其實跟平時打風 三號風球一樣 他沒有特別跟你說 那些人是完全沒有意識 想著都是 最多在門口堆兩東西 沙包就算 那隻 就沒有意識 想到整間店鋪浸了 另外第二 所以後來有死人 又要倒樓 因為沒有倒樓 死人而已 就是浸死了 然後去到第二件事 其實當時 就是天鴨 你跟著風球 其實天鴨的時候 風不是大到飛天 其實都是有限度 去完了 下了風球之後 他政府竟然是很愚蠢 是即時叫所有人上班 你發覺出到那條街 整件事好像打完仗 那樣 那些樹都倒了 那周圍那些馬路 周圍很多碎石 我們都說 我們有個同事 拿車出來做義工隊 去送飯 去送物資 那車是整天爆炭的 那你想到車底掛到花了 路上有多少砸 然後很多地方斷了電 然後你是沒有電 那根本你那些市面上的那些車 是不良於行的 但是因為政府說 行了 現在要完了 好像平時打完風球那樣 現在完了 大家上班 那結果就搞到很欺負 甚至乎當時 就是賭廳也很蓬勃的 那喂 跟著 是要賭廳 是直接出賭廳的車 去接載那些火器 甚至乎是 總之整件事很欺負的 那麼 也都說 也都暴露了一些問題 例如有些賭場 喂 他斷水斷電的時候 他發覺原來裡面的窗 是全部是開不了的 因為可能 怕客人跳樓 還是什麼 那些 那結果呢 又可能他高層 那接著呢 是搞到 那些客人是在房間裡面 是不惜的 即是呼不了氣 或者怎麼樣 覺得是很辛苦 但是可能你太高層 又不是那麼不利於移動 所以這件事其實影響很深遠的 即是我都在節目裡講過 很多的賭場後來 都是跟電力公司去談 去追加電力供應 以至真是 萬一有什麼事斷電 起碼最基本 你等那些人 可以維持著電梯 可以等高層的人下來 或者怎麼樣 就不要說好像 一撲一聲就斷了電 那樣 大致的情況就是這樣 台長 但是我們都要檢查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廣東省要排紅呢 即是他都不是的 第一次的啦 我整個疑問就是 除非你有特別其他原因 如果你有錢 那那個處理洪水的問題 或者降雨的問題 都應該 應該做到 至於澳門 我又奇怪 剛才你說那些渠不行 那我都講過澳門不是沒有錢 澳門搞那麼多基建 搞那麼經常挖腦 那為什麼不弄好渠呢 你可不可以提供一個答案給我們呢 第一 就是司徒長官現在跟你說了 司徒長官在澳門住了那麼久 值得有幾個問題 第一 為什麼會有無窮無盡的錢 放進去無窮無盡的掘路工程 但是永遠澳門上網又不穩定 又慢 我和你錄音的時候突然錄不到 斷毀了 有時打風落雨大些 又突然斷了 基本上澳門就是家常變化 為什麼網路永遠都這麼差 另外第二 為什麼說了那麼多計劃 又說學某些地方 那些不說得的 那些什麼彎的地方 在沿海 弄一些可以伸縮的擋板 擋板 如果你看那部電影 橫太平洋 又拿東西去擋住怪獸 又廢了身上來 那東西變成擋水 其實在某個最大惡極的地方 有個地方叫高雄 其實高雄的位置和澳門的位置很相似 澳門的位置很相似 澳門的位置很相似 澳門會考慮 然後又吹 然後其次 在海面城市 既然在海面城市 在海面城市 在海面城市 既然扔多錢掘腦 不如掘個超巨大儲水錢 是啊 應該 儲存在巨尺山裡面也可以 然後水都落在下面 然後慢慢疏走 結果什麼事情都沒有做過 所以是有錢的 正如你問我澳門 為什麼一間似樣的醫院都沒有 為什麼沒有醫療人才 為什麼除了博彩 還有其他所有行業 金融 高科技 什麼都沒有 這個地方這麼有錢 理論上什麼都應該有 以至當時 你天鴿那些浸 浸了名車 快里 林浩堅尼 波子 不可以賠 因為是天災 這個地方 只是浸了 浸了一堆塊 變成鹹魚 為什麼會什麼呢 證明這個地方 貧富是很懸殊的 有錢的人 只是集中於極少數 而那些有錢的人 他們的錢也不等於 這個社會的財富 這個就是第一 第二 證明就是 這個社會 以前不是那麼一線 不是那麼富貴 不是那麼現代化 去到這個領域的時候 還沒有一個好的計劃 和周長的計劃 你明白嗎 第三 就是 配合不切 都說的 因為我們做遊戲做到 你最關注的是 我們除了有沒有水 有沒有電 其實就是這個 我們叫什麼 我們國際分析師都會跟你說 政府政策 然後政府政策的背後 就是這個 整個國家政治 與其方向 所以 這件事 就是沒有辦法的 這些再深化說下去 就只會大家沒有忍 但是 其實那個問題所在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清楚 你知道 我知道 但是 你講出來 都沒有意思 因為根本 就改變不了 既然是黃金十年 都改變不了 何況 現在 是坐艇十年 我想就更加改不了 所以 阿司徒坐艇 你說阿司徒坐艇 給個完美答案 你呢 那只可以去其他圍道 去其他的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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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 那時候 就儲了一些穀物 等到七年饑荒的時候 就可以用 為什麼 我經常強調 昨天我們也講過 拿破崙 打俄羅斯的時候 打到莫斯科 遇到大風雪 那些士兵是沒有衣服 沒有東西吃 希特拉 又是遇到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歷史真的沒有教訓 剛才我們有大雨治水 五千年前都說 你不要抓起攔 不是這樣攔著洪水的 要疏到的 肯定是 幾千年來都解決不了 所以 阿司徒文章說得對 再說下去就沒有引 所以我連 第一個問你的問題 廣東省為什麼 一路都要排紅 為什麼不是有些方法可以解決 那我們都不要觸及這個問題 以免傷害大家 這樣吧 台長 以下說的話 就完全和施政政治無關 純粹是因為你知道的 李學生 司徒文進 除了喜歡司徒溝吹之外 本身就是研究古建築的 所以 其實尤其是對外國的教堂 城堡 Fortress Gage 所有tower 都很熟悉的 這個司徒古建築 另一樣的屁股興趣 就是喜歡研究街道的 好 我先拿一段 上下九 廣州上下九 上下九 其實現在整條街 是上升了大約是3.62米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以往其實說 在那些什麼宋朝明朝 那些一路下來 其實它就是一層一層 來到隨著這個時代 好像我們平時看空洪化石 是地基加深了 但是anyway 它現在用的排水道 還在用清朝的排水道 而清朝的排水道就是在清朝推上80年加固 所以到了後期 到了民國 喂 有沒有做過一些什麼 甚至乎以往為這個 鐵權無敵孫中山 還有這個 什麼 北方神腿袁世凱 有沒有搞過一些什麼基建的工程 沒有的 第一代最偉大的人 在說這個 某條子 有沒有跟周總理 為這個排水問題搞什麼 沒有的 開國 現在大家還是倚仗著這一套 清朝流下來的排水系統 去到這個 鄧伯伯南巡 你猜鄧伯伯有沒有動手 鄧伯伯應該好像沒有 鄧伯伯有動手 鄧伯伯知道問題所在 那它已經是什麼 但是當時 有些學者和專家說 哎 廣州是不會忽定的 廣州是不會有問題的 其中一位彈頭學者 是誰呢 就是那個 管這個現在經常說 會出事那個大壩 你知道是誰 兩個字 加個非字 就是香港的老子 你不要再說 你不要再說 這位專家 這位水伯博士 就跟鄧伯伯說 喂 沒事的 廣州怎麼會出事 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轉下了 一直由廣州圓下去 朱海的系統 沒有再做第三次加固 但是廣州有做第二次疏導的 OK 中山 為什麽中山會好一點 知道怎麽 中山是自己做的 當然不能跟你談 中山有錢 埋人士談 而中山的動手時間 又和鄧伯伯伯最主意 他們是比鄧伯伯做的 所以你到發覺 這個問題 其實是歸咎於 除了最高領導人 就是那個地方政府思維 而中山有没有浸泡,也会浸泡的,例如石溪、石旗也会浸泡的,例如中山暴行街也是会浸泡的 但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随着这个时代的加建 多了宿伯兄弟,搞暴行街,搞那些小肥乜火鍋,所有东西,加上工业上其他的生产 是时代配不到排水部分,这个就是主因所在 你随着时代演变,但是你排水的系统,还是长期不舍一顾 这个情况就是有些人那样,永远家里的厕所洗手盆都会塞的 不要紧了,有空泡,有空泡水,不要紧了,忍一下 你永远都不去搞,因为你的心态就觉得那些不是什么事 最重要的是,搞了这些不是正职 没得正的嘛,你不会说我疏通好,渠道和渠道和渠道 赞你啊,很厉害啊,你现在搞到我们不会水浸了,很厉害啊 你真是厉害啊,好啊 当然,你背后也要知道,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和政治关系的 你看到新一代最伟大的人,农村最重要的是什么? 厕所咯,所以你好像上海那样,有物资送给你,哎呀,先整个厕所过来 其次,所有东西,喂,有个厕所而已,厕齿完怎么去呢 那不紧要的,以往的农村就说,不紧要的 下面挖个桶,然后呢,做化分寺,里面又有些堂室 然后呢,堂室又吃糞 然后呢,他们又有份,他们吃烟 那城市呢?城市怎么做? 我最近看到一个是怎样呢?大家知道了,在中国大陆他用那个蹲刺 他说,哎,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不适合那些,方面那些用坐姿 他说,上面装个铅铅在那里,你有没有见过这件事? 即是怎样?在铅铅上摔市啊?还是怎样? 上面有个两条铅挖下来咯,就好像一个坐姿那样 所以,下面就是蹲刺来咯,其实真的像乱线 Anyway,我只可以说,我们是跟这个宇宙是不合的 我们去错了,就是刚才所说的,整个铅铅在上面就会蹲刺 其实蹲刺这件事就很不明的了,你想想那些断了个脚,伤脚有问题 例如,司徒断脚,那怎么蹲呢? 这些是针对你而已,这些是针对你而已 其次就是,那些蹲来蹲去,以前其实有个奇景 你经常见到那些威尼斯人,美高梅,多高级的地方 仅有一堆人蹲在那里 无时无刻都蹲在那里 蹲在那里已经好了,你蹲在那里会脱裤 那你跟着就带着 大把,你有没有见过人在这个威尼斯人商场的垃圾桶上摔市? 你没见过不要紧,你有空有机会去港铁 港铁只要有旅客的时候,有很多人都选择在地铁站上摔市 所以你可以欣赏一下,再不是,我就告诉你 一个神经病的事 我试过有一次,这是我做赌场管理的一个深刻经验 那伙企跟我说,诶,俊哥 你说那个客人,我说什么事啊 他在一个蓝赤钓桌上摔市 哈哈哈 旁边有个马桶 然后我过去问他 他说,诶,什么种啊? 阿姐跟我说,你刚才在一个蓝赤钓桌上摔市 原因是什么啊?风水好些 他说,不是的 他说你那个马桶呢 就是那些叫全自动电子化马桶呢 我不懂得看,我不知道怎么用 嗯 这个只是一个趣事而已 就说很多年前 当时我还是非常年轻 身体健康 不过有一件趣事刚刚说起 没有的,见怪不怪啦 我自己也见过的 但是这些东西就不要放在脑海里面 因为免得吃饭的时候 重新在脑海里再没出来 那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 有水灾这个问题 就是幸好香港 那么 是依仗在那个港英的年代呢 他们对这个问题都是挺爆 就是比较有点 有点软健 和会比较周长一点 由于新格那里呢 都一个持续的了 但是最后他们都解决得了 但是 就是明天或者后天下雨的情况呢 就是怎么样呢? 那么身边的朋友都值得关注的 那么最好 譬如说 有家里有些充足的食品 日用品 都免得大雨 那些旁途大雨的时候要走出去 带着把傘 就是和人逼 那不是太舒服的 至于澳门那边呢 我冲心足够了 就是那个天鸡 或者山竹的情况呢 不要再重复了 吸收了这个经验 就应该以后都不要再有类似的事件了 因为是死过人的 那么澳门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天灾 那为什么会搞到死人呢 这个事实上是政府应该检查一下的 那如果你没有什么补充 你说吧 政府其实呢 我正确说 以往小时候 不要说太久 几年前呢 我还是会和很多事物一样 觉得 政府问题啊 政府什么啊 你以为政府想的 你以为政府能控制的吗 人家如果真的要洩洪的时候 跟你说完 你可不可以说了 不行 神经病 你为什么洩洪啊 你这样就会浸勾 你可以 有时候这些东西 你到大了 其实你就会清楚 以至 好像不停挖宝藏 不停去做工程 为什么要挖 都不处理好这些东西 或者不停换猴 都会有问题 为什么 什么大型处水池 养了巨子沙都不弄 问题就是有一些东西 好像台长所说 但是 你把他根治好 你弄好了 你可能 不开心 不喜欢的嘛 是啊 没人多谢你 没人多谢你 你永远都是 你要团结 你要有敌人的嘛 你永远都是 你要维系到 你就要不停说 我们有问题 我们要改善 我们要什么 你才能维系下去的嘛 所有东西 做得太好太完美 正如你对女儿太好的时候 他怎么会珍惜的 他不会珍惜的 他觉得是你所当然的 你都对 你每个宇宙都很爱我 所有宇宙都很爱我 我一定是第一次的 这件事是厉害的 我不会珍惜你的 所以呢 没什么都好 二哥台长 我们就下次回来 下次回来 拜拜 拜拜 今天来到这个火之神 阿朗哥和邓慧 我煮了一道 是否叫台长的牛扒呢 台长西亚牛扒 我要介绍一下这个菜式 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一样东西 单手都可以吃的 单手都可以吃这个 这么滑的牛扒 最辣牛扒 然后这边有 有吉利虎虾 还有这味蛋呢 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没有电粉质的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面豉汤 这味菜真的 使用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来看 接下来 一定要点这味 台长西冷牛扒 多谢大家支持港客 和支持梁岑尔峰的室 和他的节目 多谢大家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俊频道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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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